是的 我們要順服 我們要順服我們的神 我們一起來宣讀神的話 新的建立 你要盡心盡心盡力 愛主你的善意 這是建立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反 就是要愛人如己 這兩條建立是律法 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大 我們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阿爸 聽過我們感謝讚美你 主啊 在這個新的一天 在這個美好的早晨 我們來敬拜你 聽過我們讚美你 今天是聖靈降臨節 我們為著你賜下聖靈在我們當中來獻上感謝 主啊 願你的聖靈今天也一樣運行在你當中 主啊 讓我們每個人都來到你的面前 就被你的靈來觸摸 主啊 使你的名能夠得到你當得的榮耀 主啊 聽過我們也來為著這兩天 全台下大暴雨 有許多人的家聯 有一些的重創 許多人 有一些人失去了他們的生命 甚至有些人是 有一些的傷亡 聽過我們把這些的死傷的家庭交在你的手中 求你來安慰他們 主啊 也求你來幫助他們的恩典 就領到這些家庭的當中 主啊 那些受災的居民 主啊 你也來給他們恩典 主啊 帶你有更多的資源 更多的恩典恩惠來幫助他們 主啊 謝謝你 我們把台灣交在你的手中 願神你的憐慮 你的恩典 臨到這塊土地 主啊 讓你的公義 你的平安 你的祝福 就臨到這塊土地上的百姓 謝謝你 我們這樣祷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明 Amen 一起用主導文來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母 願人都遵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伯伯降臨 願你的職義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誘的禮食 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載 如同我們免得人的載 不叫我們遇見事態 求我們脫禮修各 因為國度 權柄 榮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遠 Amen 接下來我們來攻讀神的話 聖經記載在《使徒行傳》一章七到八節 一起來讀 耶穌對他們說 護符著自己的權力所定的時候日期 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讓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尊 由愛主義和喪利亞 直到立即作為了見證 第二部的聖經在加拉太書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六節 我們一起來讀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人愛喜樂和平忍耐 恩慈 良善 禁食 溫柔 協志 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 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欲 融定在十字架上了 我們若是靠聖靈得身 就能安保聖靈行事 不要貪乎虛名 彼此惹氣 互相忌妒 接下來講到我們邀請到 彰化基督教醫院雲林分院的 林妮林牧師來為我們正道